大家好,我是班达转,欢迎收看订阅我的观众,飞沙尔的红蝶,先知勘探,囚徒加佣兵,这种打红蝶不好打 这种打红蝶,勘探和那个囚徒都牵制不动的,上来的话甚至可以白打一刀佣兵 想打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他如果护必先跳了,就是在一个可放蝶的一个范围之内,护必跳了跟过去打一刀是可以的 他这边带的是个传送还是是长,带的是长怪不得,他如果带传送的话真的追到佣兵啊 飞过来一刀隔窗刀快是真,不能说脏话,快是整体快 你们猜我刚刚又说啥,不知道吧,我可没有想要说脏话 嗯,这个位置先知拦不住一刀片鸟,然后这边叠往下放 你这边该吃刀还是得吃刀,你交互了这刀该吃还是得吃的 因为现在,漂亮,飞轮,但是这个点有点远,没办法 嗯,飞轮就只能解决到燃眉之急,当前那一刀能躲掉,后续躲不掉 还行嘛,先知这边选择的,先知这边的一个刷点位置的话呢 嗯,也不能说还行,这边有个问题就是 中场佣兵这边的机子会被踹,这个机子一定会被踹 而且先知刚想说这先知倒的位置其实还可以 但是先知往这边走的话,那刚好对于红蝶来讲非常舒服 牵过来,然后放下踹完机子再挂嘛 看那眼密码机 他挂在这个位置,我以为挂在刚才那个双11口子那边 对面的那张椅子,嗯,这台机子一踹的话 红蝶是输不了的,红蝶输不了的 傭兵救人 先知拉点拉开,然后卖掉不救 打架嘛,单勘探员来跟红蝶打 能不能打,能打,数字三连能不能保,能保 保活一个先知吸出一只鸟才行 拉不漂亮 哇,再一波,这个磁铁也舒服了 这波的磁铁也舒服了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先知吸不出一只鸟的话 这边博命结束了,先知该倒还得倒 先知该倒还得倒 红蝶这边的话,看来源跟不上我们的 就拖是拖了一会儿 但你拖的是博命时间内的一个时间 就博命范围内的一个时间 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就如果能保活,保出先知吸出一只鸟 刚才那波如果说有比较好的交流 先知能吸出一只鸟 在博命结束之后,先知再顶一鸟再拖 那这个干扰就可以了 这个干扰就非常有价值 现在的话呢,就拖是拖出来了 锈是锈出来了 核心问题是,这波你不转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一定没有博命的一个看探员 飞轮都交了 别飞过来,砸头,没关系 看探员这边的话应该是硬打了 先知吸鸟,看探员一定要打 这个时候没办法 这个时候你没博命,看探员打一波 爆,先知吸出一只鸟 这个局才有活路 看探员呢 在了,在了,在了,有一块支鸟 好的,来 扛刀 这 这没办法 这这这这这这纯粹是路人局啊 这一波,有一说一看探员扛刀呢 也没什么问题 扛完那个刀,先知吸出一只鸟 求者不亏 但是扛完这一刀,先知顶出这只鸟 求者血炸 这就是这样给他讲到的路人局 跟比赛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职业四黑啊 这差距差距在那里 就是信息的一个交流 一个是或多或少会有延迟 这边的话 拉断这个磁铁 直接一刀带走 底牌切传送秒人吗 还是说把人挂上 选择挂上 挂上 挂上以后再顶出去打这个狮长 踹鸡子 囚徒来救人 能干扰到傭兵的密码机 且傭兵是个半血 这边的话 甚至他有可能 踹鸡秒人同时进行的 那边过去 把这个人给秒了 有没有机会 你这边看待人想就随便救嘛 我这边鸡子压着住的 我这边想把傭兵给击倒了 逼傭兵交自己 然后再回声过去打 忽必再跳 人捞下来了 这边先把傭兵抬了 好的 这个蝶飞的真舒服 回声过去 沿着密码机打 沿着密码机打 因为你们终究是要亮机子的 那我沿着密码机打 谁碰机子我打谁 然后呢底牌切传送 底牌切传送 找到看待员也好 找到这边交自己的傭兵也罢 傭兵应该交不了自己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 可以先击倒一个人的 足迹这边已经看到了 囚图 囚囚要拖 他要拖到傭兵交自己 傭兵交自己 然后 红蝶这边的话 可能会传送去找看待员的 红蝶这边可能会传送去找看待员的 所以说这边要拖 就看红蝶这边有没有留意到 看待员在起新机子了 看到了 看到了 传送落地 找看待员 这个是最正确的 这刀打完以后找看待员 看待员这边 嗯 一旦倒了 傭兵起来 好像还有机会吧 因为傭兵可以来救人 傭兵选择修 双十一的密码机吗 双十一的密码机 看待员这屁股撑不住吧 他如果说能够去补囚图的机子就好了 暂停破语我去救人 也行 傭兵来救人更好 哦不对 傭兵来救人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傭兵来救人没有那么好呢 因为傭兵勘探全是教自己的 嗯 这样的话 红蝶这边选择打密码机 拖出一个新的传送 这样更稳 这边的话密码机点亮漂亮 两球者这一手选择 当然红蝶如果这场防守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毕竟两个交自己嘛 这边 不会平局了吧 你别说这囚图手里有个电 然后传送四十五秒 这边去点小门 红蝶好像来不及 他也只能把这边的囚图挂上以后 再拍二名 过去大门那边 那这样的话平局了 他这手传送呢 如果说密码机没力 他那种传送的意图很简单 就是我 哦不 他这边打密码机的意图很简单 就是我传送没好 我要拖入一个新的传送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边密码机好了 因为这边的话 刚才勘探员 他修的密码机的一个更多 是去补囚图的密码机 而不是修自己的密码机 所以这一手的话 有一手 有一种声东机西的感觉 平局了平局了平局了 这边的话呢也是竭尽全力了 改道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拜